今天给大家分享用一个特别特别软的面团 可以一次做出两种路边早餐 一个是鸡蛋肉饼,一个是香酥肉饼 我还帮大家试验了一下 可以提前一晚上正好行,放冰箱 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直接煎就行了 这样早上就可以很快的吃到香喷喷的早餐了 水和酵母先搅拌均匀 然后把其他材料都倒进来 先用筷子搅拌 搅拌到没有干粉了 可以用刮板这样反复的把边都折叠到中间来 然后下手一边转盆 一边把边上的面都折叠到中间来 跟做欧包揉面的步骤是一样的 第一次揉是把所有材料都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松弛10分钟 10分钟以后再重复这样的步骤1到2分钟 然后再松弛10分钟,再折叠一次 一共20分钟这个面就揉好了 等到你第二次折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面团不会像一开始那样稀了 就是因为它已经开始形成面筋了 随着你这样反复的折叠 它的面筋会变得越来越强 最后做出来的这个饼也会非常的松软好吃 因为这个面团水量特别的大 你直接放在桌子上揉的话也不好揉 会弄的满手都是 就这样折叠 可以用水把手打湿了 这样就不会粘手了 这个就是20分钟以后的样子 就是我10分钟折叠一次 一共折叠了两次 现在就可以发酵了 这个液体量比较大 发酵会比较快 40分钟的时候就看一下不要发过了 发酵的时候就可以来和肉馅 这个肉馅我撑了一下是540克 反正刚刚好把这些面全做了 把所有调料都放进来 然后用筷子不停地搅拌 鸡蛋我是放了两个 后来我又补了一个 拌匀以后就用筷子一直不停地搅拌 给它搅拌上劲 最后拌好以后这个肉馅应该是这种有粘性的 都粘在一起 这样做出来的肉饼才好吃 现在我这个面已经发到两倍大了 因为我的室温没有那么高 我是刚刚好发了一个小时发到这样的状态 好多新手可能判断不好怎么才是发到位了 一个是看体积 体积比之前增大了一倍 还有就是你可以手上蘸点面粉去按它 按下去它很有弹性 不会塌下去这样就发好了 要是一碰它它就整个的塌下去了 那就是发过了 你们看我这个怎么按它都不会塌下去的 这样就是发的正好的状态 撒点粉把面倒出来 因为这个面团真的很黏很黏 可以适当地多撒一点粉 倒出来以后它不是这样整个一团 都摊在这里了嘛 你可以这样给它折叠 这样它就变成长条了 再用手给它整一整 整成你想要的那种粗细的状态 我这个现在中间有点胖 我再给它瘦一点 你们不要小看就这样一个折叠的动作 也会刺激面筋 让它变得有弹性 这样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肉饼也会很好吃 然后给它平均分成十份 切好以后就给它们分开 要不然它还是会粘在一起的 然后就给它撒粉 拍扁就可以了 这就是整形 这样就完成了 真的很简单 可以给它放在一个刷满了油 或者撒满了粉的盘子上 不管是撒粉还是刷油 你都一定要多一点 因为这个面它真的非常的粘 因为这个放在盘子里的是想第二天早上煎它的 经过一晚上的放置它会吸收底部的油和粉 太少了它还是会粘在盘子里的 第二天你把它移到锅里就会很费劲 在表面撒一点花椒粉 然后再铺上肉馅 表面覆盖好保鲜膜 放到冰箱里去冷藏一晚上 这样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煎了 剩下的五个面团我来做香酥肉饼 还是把面拍扁 可以撒一点花椒粉也可以不撒 看你自己口味 然后放上好多的肉馅 再放好多葱花 因为我家里没有新鲜的葱花了 就用干葱给你们演示一下 请不要放干葱用新鲜的葱花 然后给它包起来 就是把这个肉馅全包在里边 再撒粉给它按扁 按成一个薄薄的饼 可以用擀面杖擀一擀 给它擀成薄饼 然后就可以直接上锅煎了 锅里放点油 就给它煎熟就行了 煎到两面金黄 这就是香酥肉饼 可以看到虽然它很薄 但是在煎的过程中它还在长大 这就是酵母在作用 所以这个饼最后吃起来就是外酥内软 硬了它这个名字了 香酥肉饼 听到这身 酥脆酥脆的 皮薄大馅 但是我这个馅好像没有很大 我觉得还是不要放太多的馅 要不然吃着会腻 真的很好吃 不过这个香酥肉饼 我觉得是不适合放到第二天再煎的 因为它很薄很大 放一晚上它会发酵 放到第二天拿不起来 还是当天做当天煎比较好 这个是冷藏发酵了一晚上的鸡蛋肉饼 不需要回温 表面撒点葱花 直接放到锅里煎就好了 但是因为它是凉的 所以煎的时间会长一点 等它底部上色了 就在旁边磕一个鸡蛋 把鸡蛋打散 这样熟的快一点 然后把它扣在鸡蛋上 我这个锅太小了 就这样给它煎熟就可以了 要是锅太小了 你可以这样做 先把这个饼煎到底部上色 然后把它盛出来 在中间再磕上蛋 再把它扣上 反正这样操作起来 会更顺手一点吧 这个也很好吃 多了一个蛋更有营养 这就是现在路边的两个网红早餐 鸡蛋肉饼和香葱肉饼 我们在家可以用一个面团 解锁两个网红早餐 真的香喷喷 这个肉馅吃起来也很软糯多汁 不会发干 就是这种被鸡蛋盖住的 这个肉馅不碍熟 你得稍微多煎一会儿 这种大水量面团做出来的饼 你们知道有什么好处吗 这个是我剩的一张饼 这是它第三天早上的样子 依然是软的 不会干硬 给你们看看我怎么吃这个剩饼 锅里不放油 把这个饼直接放在锅上 小火去加热它 能加热到底部变得焦脆了 然后先给它盛出来 少放一点油 握两个鸡蛋进去 然后把饼再扣在上面 稍微压一压 就这样等鸡蛋煎熟就好了 就把它当做手抓饼来吃 特别好吃 一对折直接拿点吃就行了 应该在里边再加点蔬菜呀 咸菜丁呀 抹点酱什么的 就更好吃了 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直接吃也挺好的 看这个饼都剩到第三天了 它一点都不会干 再重新加热过以后 这个外皮吃起来还是脆的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了 你们也赶快去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那就帮我点个赞吧